去年俄罗斯出现了兵变,后来接着乌克勒的大反攻 今年预告节目,春季说会有大事发生 俄罗斯预告会有特别军事行动,这就是特重部队的行动 因为北约就像当年1943年,就像麦索利尼一样 会从基夫撤走扎连斯基 为什么会比喻他为麦索利尼呢? 麦索利尼在1943年被当时的政团想了,给他们意大利推翻了 甚至远禁了一个山中的地区 我看过视频,很神奇,基本上二手蓝弓很难救得到他 但竟然有一个很窄的地方可以用滑墙机降落 当时有一位人物,大家留意一下他的掌上 这位人物叫做奥托斯科斯尼 我叫你留意他的掌上,因为我会跟你说中国的问题 这位人物叫做奥托斯科斯尼是一个党委军的常教 他真的做了一个拍戏也没有这么精准的行动 刚才看到那张照片,他不是明星,他是真人 就是刀巴那个,不是拍戏 他能够用飞机滑墙到麦索利尼被软禁的地方 就很快救了他,成了英雄 这件事就是,俄罗斯说很有机会出现这个变局 如果是这样搞的话,第一件事就是预示了 奥托斯科斯尼会出现这个政变 这个不是颜色革命,而是他们军队是推翻查林斯基 而欧洲是会出手迎救 究竟是否复合当时纳粹是要救了麦索利尼 其实是想操控他 但是也预示了,如果是大连斯基倒台的话 乌克兰可能会一分为二,甚至是波兰也会把他撞掉 那就很乱了 好 奥托斯科斯尼你看到他那块面有这么大的疤痕,想说什么呢 原来是欧洲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 还是很流行的,是决斗的 所以斯科斯尼那块面的刀巴,是拿着决斗的 原来他们有什么搞不定呢? 就是西方,有什么真的搞不定呢? 他们就会去用劍,或者用墙 经常在贵族或者政策里面都会看到他们 是会这样做的,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西方解决这个方法 就是这么直华直华了 斯科斯尼那个刀巴就告诉他们知道 这是他们的文化 但是中国人做战略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不会有决斗,我们没有决斗是不是? 我们跟别人去斗争的时候呢? 其实我只是讲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作为大国之民的话,首先一件事就不是说 希望局势有什么主动或者叫做dramatic的改变的时候呢? 对我们有利,好的 我们不需要有这个心,不需要有这种寄望 为什么呢?你这样的寄望,你是劝缺了什么呢? 你是没有了斗争的心态 而斗争呢,不是一定要好像是决斗,一定要刀巴流臉,这样才叫男子 中国做的事情呢?就是用维棋的方法呢? 是做到那个大局呢?是慢慢的,是将来压住 今天呢?这个,我引了这个 这样的印字出来,这么长呢?就是想告诉大家大家知道 你可以当作好消息 或者你可以当作不外如是啊,是吧?我们都知道的了 首先就是在这个俄罗斯就有这个消息就发布了 有可能联手中国一起在太空 就是在这个月球里面做核电站 那么正常的情况就说,为什么会做核电站 因为原来就是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美国也好 都希望在太空里面是能够真是未来是占一个地位 就是要派很多太空人,甚至是看到这个是太空站 所以美国其实首先是想到就是,如果你用这个 如果是长期居住,譬如搞个太空站 就是在那儿打枕的,基本上长期在那儿住手的话 那你的太空人的话,你是需要很强的电力,是吧? 那么用太阳能的电板,就是太阳电磁板呢 就不足以供电的,因为它那个日照不是那么长 所以考虑会用这个核电厂 就是在月球,在这个核电厂呢 有充分的资源,所以在未来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中国真的会向月球里面是进化的 它太空的竞争能力会越来越强 因为我们扔越来越多钱去做 因为我们的眼光会越来越大 这个跟围棋有什么关系? 跟刀巴有什么关系? 就说我们不会出声,我们不会跟你说,说不定 他们都不是脊臭的,他们是决斗的 他们不要这么做,我们不会立刻 就是,莫名岳上,但是跟你说,你禁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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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你iPhone 这些就是一个平民的想法 看上去是很爽的嘛,因为你说,我们就很有型了 中国从来不做这件事,这个基因信价照看出来 它比较阴柔,甚至看大局 你看看,慢慢地,咦?有很多消息出来的时候 其实中国做了很多事情了 美国现在就在菲律宾又做了一个基地 是很近这个台湾 打个势出来以后,你跟不跟?我已经走到你门口了 那你如果是一般街坊情绪的话,就会受到刺激了 就会说,我们立刻出几个航母,跪回它 这就是德国式的,缺斗式的文化 但是其实中国还是慢慢地说,我在周边做很多事情 其实你的势,就是美国,就是你到处走的时候 到处在浪费你的精力的时候 你是不是肩负不了呢? 如果今次,你说中国和俄罗斯在月球做核电站 甚至不需要跟俄罗斯合作的 就是你上不了太空 中国有这个能力,我们做核电站行不行? 那你是不是好像一个翻版 就像当时列根做了一个太空计划那样呢? 是去引诱苏联去跟,去做这个景彩 你可以抽干你的美国的角力 你美国跟不可以? 放出来,现在就是维棋了 它又放出一个新的局出来了 你不要说你又去了越南那里搞,你又去了菲律宾去搞 我们迫在眉睫了,现在我们很猛烦啊 我们要出我们的第五艘航务 说快点做第六艘航务 不是这样做的 不是这样做的 其实一早已经说了,说美国如果真的 要改变对中国的态度的话 是只有一样的,说中国能够的角力是完全超过美国 譬如是双倍 双倍于美国,美国就会退退了 现在是不用指引的 那么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一个指标就是说 中国的起码的科技能够是自主独立 我们的核心技术,我们的重要项目 我们完全可以成功,这个就是维纪的局面 其实我们看不到刀疤,我们不要去冲斗 好像史克森尼那样,你认为很有型 明星一样,我们不这么做 这个是一个看法 但问题就是真的要斗争精神 斗争,什么叫斗争 你不要寄望 别人,你做什么做就好了 或者你可以这样去,就是有这样的变化 或者对我们有利,我们一定要自己做 拱鼓自己很多事情,例如好像不吩咐 我们已经准备了太空谷局的发展计划 那我们太空站已经做出来了 未来会不会在月球里面打凳呢 这个就最关键了 打凳的时候,整个电厂在那里 你美国在那里吵,你有什么在月球搞污烟 这个是你的事,你说,继续说 反正你也是要免费的了 电动车你现在都可以破产了 很多东西都破产了,所以就不需要理会了 这个就是维棋的公表之处 我开帝帆,你追不追? 好了,你们现在学我,我们说 引我们来搞AI,那原来整个真的好像 建局来的,那个Solar 那个叫做是带帽形 原来是要用1000万粒的CPU 还有7万亿美金来投资 还有,就要投资也好 其实都是很初阶的事 那你不会弄到我们中国跟你竞争 就会像太空计划那样跟你做 反而现在我们在太空真的做事了 那你美国怎样呢?美国说 派人登月 派人登月是没有意思的 那他人不下来 你一个人在那里逗房子出来 那里长住是没可能的 但是真是斗这个角力 斗这个范围 那现在呢 就真是美国就真是比较短绝 就是他那个 使出的能力 航母你继续是 加油他到处走 但是走出一个新的航母出来 其实是挺震撼的 所以说就是 当然这个是一个长线的一个 看法 所以说大家是指指站稳 中美继续是建一个 是叫做游兜的 是必须的 好 那另外呢 就是看回一则消息 就是 两会呢 曾经提出了一个 看法 就是当时被人说了出来 就是说 很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不将这个和平统一 是不再提的 那于是乎呢 有人出来 就要马上出来做事了 就告诉大家 其实就是 根据分析呢 其实暂时是未有这个危机的 就是台湾依然是安全的 这个什么习政权呢 依然是因为受于它经济的 怎么说呢 衰退 他们经常都说 通缩啦 房地产 房地产泡沫啦 失业啦 所以这个政权很不行 所以这个政权很不行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能力去做任何事的 所以说虽然呢 这次呢 就是有出现了这个 微妙的 这个政府报告的 一个微妙的 信号啦 不过呢 就根据现在这些西方的媒体呢 是自己是做了一个言论出来 告诉你 其实呢 基调没有变的 暂时呢 台湾都没有问题 就是 继续 台湾人呢 是要迷信美国 是不会出手啦 台湾依然是可以保持不变啦 那所以他们那个台湾的 情治机关的首长 国安局长 蔡明掩就说 没事的 继续 就是说仍然 台湾是继续保持现状 是不会改变 因为中国也都不能够改变到它 因为呢 甚至没有呢 他们越来越多的 国家 可能会向中国去施压 站在这个台湾这一方面 那我再讲一个题外话 可能一会上方都会讲什么间谍问题 国安方面真的要做事 或者国陈教育方面都要做事 由于刚才讲到的 就说因为今年可能那个 就是去到春季里面 很多的风云变化 就可能国家 可能预示了很多东西 会有很多大的 黑天鹅啊灰天鹅啊灰仔牛 飞出来的 所以呢 如果你看到譬如说 明目张胆够胆抢TikTok的话呢 就是你美国已经去到 是无所欺质的了 所以在国安方面更加要严防 这件事就已知所在了 而关于间谍 这个的议题呢 更加要需要教育 要加强 还有23条立法更加有这个 支持性 我只是说一句话 或者说呢 以我作为这个 做新闻界这么久呢 特务 是无处不在 而特务的定义呢 要跟随着这个 Scott McKenzie 他所说的 Kan McCollum Kan McCollum 的看法就是 英国的军情五处的額头 你凡是做了认知作战 建立你广阔的人脈 在这里做一些所谓的联络功夫 只要你是外国势力 是有 针对我们这个意图的话呢 你已经是构成间谍罪名 这个不是学术自由 也不是什么新闻自由 据我所知呢 就是当时 明报有一帮老人家 我不说什么名字了 有个姓邓 整个老夫 就是夫子自道 会懂得这个 遇到默法 讲了很多 国学 讲了很多国 后来被人判他出来 这个人就是 投案特务 特务他不是来 零七不是去偷 偷东西的 就在那里做这些语言 黏着一些 重要的所谓叫做 良心 有公信的媒体 有公知的媒体 是做了很多的与伦运作 所以在 同学新闻界 是有很多特务的 可能他已经做了自己都不知道 很多间谍 做了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间谍一个很简单的 我见到 在这两个方面 就是在这个答案里面 我见到 他们官方方面 就回答了那么多问题 这些是不是间谍行为 这些是否会构成 其实是一个间谍的一个很简单 虽然你很容易代入这个间谍 间谍这个陷阱 但是其实很简单 只要有外国势力 你记住 这个是外国势力 和你的一个联络 而是想争取你提供资料 或者你去讲他的资料出来 只要是涉及外国势力 这个就是间谍 所以美国现在 就是用了这个 叫做间谍风云 去对付中国 TikTok 就是外国势力 他的意图又说 因为中国的企业 大部分都是国企 国企就经操纵 这个就是外国势力 他不是纯粹伤害的行为 如果我在美国人说 合理的怀疑 对吧 所以 我们也都会懂得 比如打这个舆论战 这个就不是说 我又有啊 你又有啊 我没有你那么恶 我没有你那么强 这个就似乎就是 就是 担心 担心是 没有和言 就是你 出不了一个好听的音乐出来 所以在现在这个东西就是 因为就是预告了 未来的那个 局面 将会转风的嘛 一转风就会比较流亂的时候呢 其实更加多这些情况就会做了 那么以往来说 有一间传媒机构做代理 其实有很多的潜伏了在这里 都没有清楚 所以也都是叫做凌王 就无中 我讲个故事给大家知道 在六十年代 那在沿岸地区 很多的知识青年 黄居居不知道什么事 就打开个声音机 收听这个美国之音 或者是BBC电台 那如果 这样做呢 你说都要听心机而已 没什么 不是的 当时反谍 是很紧密的 你接收这个BBC 可能你听他的 言论 你可能听了他那道东西 你就 落乡 或者跟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里面 做这个扩散的话 其实也挺危险的 另外就是可能你打开电台 可能是收听其他 没他的讯息都没听 那时候是很严的 严到怎样呢 现在你听回来 好像觉得不合理 就是说 有年轻人 是被人反绑 插了个牌 去反革命 他主要来说是因为收听电台 是打把 这个是真的 所以 你说美国 也是很英明 还是很开明的 你玩Tiktok也不会打你把 这样的 间调的东西也非常少 但是很容易 很容易倒入的 例如说 你做记者 你帮我找点资料 你问哪个议员 帮我写一篇文章给我 我给你一些高策略 但如果那个是外国势力的话 而他是答母的话 你就中了 一定中了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六语人金融hi t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六语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石楼台